拜登在这样一个盛大场合,刚刚宣称美国将继续发挥领导力,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,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。 结果,刚准备下台,就遭遇了一次令人瞠目的摔倒。 这无疑是他在公众视线下最尴尬的瞬间。 这一情况发生在6月1日的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,就在他西装革履,神色端庄的时候,突然之间他结结实实地跌倒了。 毕业典礼现场的视频显示,当时的科罗拉多天气十分美好,阳光明媚,显然是个好天气。 在这个气氛欢快的场合,拜登看上去精神绝朔,他刚刚和一名刚刚毕业的空军军官握手,正准备离开自己的座位。 然而,正当大家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时,意外突然发生了。 拜登似乎是脚下一滑,整个人向前倾斜,接着,他整个身体猛然摔倒在了地面上,这无疑给场上的气氛带来了一种尴尬的僵硬。 这并不是一次轻微的摇晃或是失去平衡,而是一次狠狠的全身摔倒在地的跌倒。 拜登试图用右手撑地站起,但显然,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。 这时,一名空军军官和两名特勤局特工立刻跑到他身边,搀扶他重新站起。 出了这个小插曲,拜登在他人搀扶下,连滚带爬地站起来,并指向了自己身边的一个黑色沙袋。 看似普通的沙袋,其实是支撑他演讲提词器的关键设备。 这样的解释是白宫联络室主任拉伯特在推特上给出的,他说,总统状态良好,只是在握手的时候不小心绊到了讲台上的沙袋。 我们可以推测,或许是拜登在演讲中没有注意到这个沙袋的存在,一个不小心就亮枪了一下,不幸摔倒。 或者是他在亮枪的瞬间没能稳住身体,导致了这次摔倒。 无论哪种情况,摔倒这件小事反而引发了不少美国公众的质疑,为什么出了问题,总统并没有反思自己,反而是急忙指责这个无辜的沙袋呢? 拜登,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,这次摔倒,正值他在空军学院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讲之时。 他在演讲中雄心勃勃地宣誓,美国将毫不动摇地发挥其领导角色,站在乌克兰一边以对抗俄罗斯的压力,同时在全球舞台上与中国开展尖锐的竞争。 他用充满决心的语气强调,我们将挺身而出,为了我们的利益,我们的盟友,以及我们深信不疑的价值观。 当下,现场的掌声如潮,但在这欢呼声中拜登转身时却失足跌倒。 这意外的瞬间引起了人们的惊讶,使得现场气氛一度凝重。 得知这个消息后,老对手特朗普甚至都感到了些许惊异,他的第一反应是,他真的摔倒了吗? 那真是太不幸了,在空军学院摔倒,真是个不适合摔倒的地方。 那可真不令人振奋。 一番话让人哄堂大笑,充满了特朗普独有的调侃与讽刺。 然而,特朗普的话语背后,其真正的意思则更加清晰明亮。 拜登,你也该看清楚你是在哪里摔倒的。 在美国空军学院这样一个尊贵的地方摔倒,你这是在打击士气,你让美国人失望了。 确实,这并非拜登总统首次在公共场合下摔倒。 回溯到他当选总统后不久,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与家中的爱犬玩耍时不慎摔倒, 结果自己的脚骨不幸受伤,而他的宠物狗却毫发无伤。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,他在攀登空军一号的前梯时,也曾多次失去平衡摔倒。 回到他的老家,骑自行车的习惯也未能免去他摔倒的命运。 然而,对于拜登来说,这些身体上的摔倒虽然尴尬,但都不急,最近这次的摔倒更为严重,更为令人瞠目,因为这次的摔倒不仅仅在于他自身。 对于拜登而言,更让人痛心的是他的小儿子亨特。 最近亨特的超过一万张私人照片被公开,其中一些内容严重不符合公众期待。 我也看过一部分美国媒体披露的照片,其中包括他吸毒,享受放荡生活,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丑恶行径。 这种行为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,更不要说他还是美国总统的儿子。 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,美国媒体在谈到亨特时,常常会引用拜登总统的一句评价,亨特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。 然而,看到如今的亨特,我们不得不质疑,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聪明。 然而,无论如何,这样的儿子毫无疑问成为了拜登政治对手攻击他的一把锐利的剑,这种困境真的很难挣脱出来。 当然,根据白宫的陈述,拜登的身体状况依旧强健,尽管明年他将迈入82岁的高龄,但面对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,他仍然处置泰然。 然而,我们不应忘记,刚刚过完100岁生日的基辛格,一直在担心着拜登和特朗普的身体状况。 毕竟,拜登明年82岁,特朗普78岁,两人的年纪都已高龄。 基辛格担心他们的身体是否能够经受住这样的压力。 这也是许多美国人的担忧。 拜登,你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? 在当前的国际大背景下,一个健康、有力的总统至关重要。 我们还记得,拜登曾痛斥普京是一个杀手,而普京则以平和的态度回应他,我应该如何回答他呢? 我会告诉他,祝你健康。 普京甚至笑着加了一句,我并不是在讽刺,也不是在开玩笑,一位美国朋友,每次谈起,拜登总会感到沉重。 他曾对我说,拜登的跌倒并不是什么大问题,但如果美国也跌倒了,那就是真正的大问题了。 这话听起来或许有些戏剧化,但他揭示了他们的忧虑。 另一些人则担忧,如果拜登都无法稳稳地站在自己的两条腿上,他又怎能为美国挺身而出呢? 这或许是对他领导能力的质疑,也是一种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和焦虑的体现。 然后,这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的一种深层问题——歧视。 对黑人的歧视,对亚洲人的歧视,现在连老年人和残疾人也未能逃脱。 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,是一个需要我们全社会一起面对的挑战。 我记得两年前,拜登在阿拉斯加会晤后摔倒了,网上的一些用户开始猜测。 当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冲灌一怒,撒切尔跌倒,随后我们见证了香港的回归。 现在在阿拉斯加,拜登又跌倒了,是不是代表台湾也即将回归了呢? 在一次意料之外的挫折中,我深入观察了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和复杂性,在一个突然的跌倒中,我领略了世界局势的风起云涌。 然而,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句话,每次挫折或跌倒都具有其偶然性,但在这偶然性中,我们不能排除某种必然性。 无论谁担任美国总统,无论他们是否经历挫折或跌倒,台湾回归,实现祖国统一,始终是中国人民必然要实现的目标。 这一目标的实现,并不会因为美国总统的个人差异或处境的变化而有所动摇。 虽然这可能不会是拜登总统最后一次经历挫折,但我们仍然希望他要小心。 特勤局,你们的工作需要更多的精细化和全面化,以确保总统的安全。 最后,不论我们对拜登总统有何种看法,我们还是希望他身体健康。 他已经八十多岁了,仍然努力履行职责,在大国博弈中总是有条不紊的将美国事情搞砸。